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去告訴他們說 你自己要注意喔 結果他們自己就去7-11買了這兩件 雨衣當作隔離衣來穿 東西是完全沒有被告知說 這個就是武漢肺炎的病患 然後死亡的 我要請教院長的就是說 這個時候是不是應該把這些接體人員 我們最基站的這些殯葬人員告知說 這個風險還有說 這個是一個武漢肺炎的患者 有關相關的環疫作為 包括這樣的事情都有整套作業 那實際的個案情形 我請部長給你做說明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在檢疫裡面 最主要是一個屍體的消毒的程序 那一部分是由醫院來做完成 那有衛生主管單位 地方的衛生局 我現在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是石蘭面 我現在討論櫻蘭面 接下來殯葬的工作人員告知他說 這個是武漢肺炎的患者 那你應該要小心 告知我想這是應該的 應該的嘛 但是到底是不是沒有告知 或是告知上面有誤解 那我認為這應該要去釐清 那就是說因為這個他當天晚上11點接到這個遺體 他送到這個殯儀館之後 據他的說法當然是說他沒有告知啦 那從這個監視器也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還是穿著這個隔離衣 然後去辦這個殯儀館的手袖 然後到處去辦這些行政手續 然後再來就是隔間嘛 隔間16號 16號的時候事實上是完全沒有任何動靜 他們沒有接受到任何的訊息 到17號的時候事實上我們辦公室都接到這個陳情了 17號的時候早上10點的時候 這個家屬這麼拿到被他們的死亡證明書啦 然後把他送到這個南投火化廠嘛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片 南投火化廠的時候 還有另外兩個人嘛 那他們穿著這個便利商店買的這個35塊的雨衣 那表示說這個就是非常的不專業嘛 那為什麼會這樣 是因為還不是政府告訴他們的 也不是防疫單位告訴他們 而是說因為這些殯葬業者覺得說 欸 新聞已經抓了 怪怪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去告訴他們說 欸 你自己要注意喔 結果他們自己就去7-11買了這兩件 雨衣當作隔離衣來穿 那請問部長這樣的作業這樣可以嗎 我們首先的觀念要澄清 這遺體從這樣的一個病房移出的時候 那病房本身是一個污染區 所以在污染區裡面它要消毒完全 才會移到我們的乾淨區 所以它移出之後在醫院的作業 在衛生局的監督之下應該是完成 所以這裡面被包覆完整的情況 不是我們屬於就是說一個污染的源 所以其他程序照正常的程序去處理 那至於穿著我們的隔離屋爬爬罩 那可能我們在殯儀館的人員 可能需要一點我們的一些教育 我們應該要進去讓他們知道就是說 注意它的安全 怎麼樣有個污染區跟乾淨區 那怎麼樣自身的防護 那這我要加強教育 那我接下來再看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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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